柯文哲現在他的狀況是這樣 柯批五大將 戰狼坐先鋒 真的是這樣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不是只有選一個台北市長 他現在是要選總統的人 每個選總統的人 他的格局是什麼 除了候選人本人之外 他一定要有一個能打的團隊 要有一個能夠辨識危機 並且處理危機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否則的話 你就會變成像柯文哲這樣 今天這個 說實在 這個仿空服員應援團的事情 如果發生在藍綠其他兩個政黨好了 第一一定半天之內解決 空服員工會發了聲明之後 黨或者是競選團隊 一定有人出來道歉說 這個是我們在安排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麼多 所以這次我們學習了 然後這個下一次會改進 接著說不定有人都被懲處了 這個藍綠兩大黨一定會做這樣子 因為空服員工會 他不是哪一個政黨 他不是屬於藍的或屬於綠的 他是個公民團體 所以你一個政黨被空服員工會抗議說 你怎麼這樣子 對我們的職業不夠尊重的時候 他一定馬上會處理的 但是柯文哲 他號稱超越藍綠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你看到的是 他處理的標準是叫做遠低於藍綠 首先第一個事發到現在 案發已經六天了 本來半天就要解決的事情 案發到第六天 有沒有民眾黨 他手下哪一個人出來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這橋段是我安排的 我安排的不好 下次不會了 跟柯主席道歉 跟社會大眾和空服員道歉 都是提出去張智豪說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策劃的 然後黨部主委林郭成說 這也不是我 我的規劃當中沒有這個舞團 每個人都說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不知道 現在甚至連他們發言人上節目 他們都定調叫什麼 都是舞團自己安排的 這太違反常識了吧 你一個總統候選人辦活動 會有一個你沒有邀請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舞團 你知道本來不是講啊 陳志涵就講 因為中間有一個飛機的橋段嘛 這個我跟你講 這都是在這片 沒有看過當場影片的人 因為當場影片講得很清楚嘛 主持人就說 好 現在接下來讓我們歡迎空姐 這不是 難道你現在也要說 那主持人不是我們請的 那到底現場還有誰是你請來的 這個我就在講延燒的部分 現在最不該是什麼 把這個延燒到候選人的家人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出來選舉 如果你是個議員 選立委甚至選縣市長 你的家人怎麼樣其實還好 但是台灣人對於總統的家人 要求是非常高的 過去二三十年來 藍綠都做過總統 台灣人對於總統的家人 是會要求總統的家人要有分寸 我講這分寸 不是說你們一定要關起來 每天待在家裡哪都不去 而是總統的家人 他應該要把公共事務 政治政策的領域 跟他自己的個人意見分得很開 總統的家人不能動輒 打著總統的旗號出來說 我對這些公共事務發表很多很多的意見 這個是台灣人民不會去接受的 因為台灣人民要求總統的家人要有分寸 那現在柯媽媽坦白講 他作為一個公民 他有他的意見 沒有關係 他的生活經驗裡面 經常在這個廟會抽身慶典 看到熱舞 他覺得這個沒什麼 我都尊重他的意見 而且某種程度上沒講錯 假設那一天不是柯文哲的姐妹後援會 是神明生日 大家幫神明慶生 我想也不會有人對於這個 有熱舞有意見 可是問題是今天牽涉到的是 今天一個總統候選人 對於性別議題了解程度到哪裡 你辦了一個姐妹會你呈現出來 你對於性別議題到底懂或是不懂 還有你為什麼沒事 明明人家是職業舞團 你要把人家講成是空服員應援團 空姐應援團的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柯媽媽 他不會了解到這麼深層的部分 那你今天讓柯媽媽 站上火線來面對 我覺得這對柯媽媽是不公平的 你兒子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因為你的競選活動出了問題 應該要自己或者是你的黨 你的幹部 你的發言人 你旗下的這些小機把它解決掉 而不是讓爭議還要延燒到 總統的媽媽 這個是你要想像 現在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通通都在想 如果柯文哲當選 未來會不會經常每天看到 包括柯媽媽 包括佩琪夫人 包括這些種種的 每天都在對我們國政 發表他們的各種的個人意見 那這個符合我們台灣人對總統的要求 很多人心中打一個叉 那打一個叉會怎樣 柯文哲的選票就越來越減少 大家對他的信心就越來越低 那你這個危機是不是又燒得更大 所以我覺得今天講一句真的 柯文哲你要做一個 有肩膀的總統候選人 今天這個危機延燒到這樣子 你應該要有一個解決方法 你要拍板 你要定調 而且你要要求該處理的人要處理 你不能說今天一顆媽媽 那明天佩琪又要出來講話 後天又是一個他的家人 他的誰又要出來講話 這個其實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對的 柯文哲太小看政治的專業度 他以為他自上一五七 考過台大醫科 然後當了台大醫生 他來玩政治就很簡單 錯 政治是一門專業 我在我們節目有講過 政治的專業度 複雜度 跟危險程度 甚至比你的開刀房急診室 都還要雄險 所以如果柯文哲再用這種態度 繼續選下去的話 未來他的選情 不用等藍綠去批判他 他自己就會再出更多包 抱歉我們就很可能猴變第二名 你們現在在打這個算盤 因為最近 台灣民意基金會做個民調 就是7月的做了民調 我們升到20 23 他們從20 23降到17 因為所有的藍白的基本盤 因為簡單講我們他犯錯 我們拿回到八成的時候 就是吹起反攻號角 二三名互換的時候 這是從政黨再回到候選人身上 猴跟柯第一個 我覺得應該道歉 他一直拗 一直受傷 我們很樂見 因為你受傷你票掉 比較不會到LINE裡面 比較會到我們猴這邊來 因為系出同源票比較近 藍白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叫柯寶 我覺得賴品渝是不夠聰明的 我是賴品渝 我就送他一個奶醉 因為他找他媽媽出來救 對不對 柯媽媽 柯媽媽也愛講 他生命中有四個重要的女人 在最危難的時候都會出來 第一個叫做柯媽媽 今天就出來了 然後第二個叫陳佩琪 他打不過的時候 陳佩琪發臉書 大家也知道這經驗的 第三 叫做年輕人的樣板 台北市叫黃敬寅 學姐 那第四個叫做 當這個打到他要害的時候 他最怕的事發生叫做郭柯佩 被郭超能力要買 叫併購的時候 不是那個 周一寇寫了一個文章 邏輯是通的 邏輯是通的 那這個時候就派出 殺手黃珊珊一刀斬斷 天啊 沒有柴壁如 柴壁如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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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有寫 本來寫柴壁如花掉寫黃 以前是蔡壁如 以前是沒有黃莎珊 蔡壁如現在比較邊垂 那以前蔡壁如是 對蔡壁如言聽寄從 那真的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以前蔡壁如在當 辦公室主任的時候 可是現在情況有些改變 我都照事實描述 以我的政治經驗 那所以這四個就會跳出來 其實這個表示 他受傷了這一次 他整個柯文哲 那為什麼會受傷 其實民居正在台大交出 教我們嘛 教那個兩岸 民居正講過一句話 對總統的評價 選總統的人 叫領袖要有方向感 他的方向感 是網紅你知道嗎 老老科 網紅 當然方向往 當然是治國嘛 我們不討論治國 意識形態左啊右啊 那個都不談了 所以重點是 他沒有聲量 他活不下去的 第一個 他一定要上新聞 好了壞了 負聲量 震聲量 他都要 這第一個 他網紅 他幾天不上新聞 全身發癢 你知道 就是每個人的 就柯文哲是這樣 就他到底你選 你選總統 你想當總統 你要怎麼選 會選得上 你國家怎麼治理 等等等等 他不是 他就是要聲量 所以才會弄出空腹圓 餘不盡人死不休嘛 那一直這樣的模式下去 其實對老科來講 我們是樂見的 因為他會一直犯錯 因為他太綜藝化 當然也會有失分的部分 好